最近拍了好几集新表书的 我也想看看这些新款万表上手的佩戴感觉到底怎么样 于是我让小编了解一下 他告诉我说 泰哥豪雅最近的新款万表都到店了 在哪里呢 在前滩泰谷里的概念店里 所以今天我就到店里看一看 这些过去一个月里发布的新款万表 上手的感觉到底怎么样 那么既然到了店里就跟平常的顾客一样 肯定要把店里的新款万表拿来感受体验一下 我个人觉得泰哥豪雅其实主要就三个系列 一个是摩纳哥 这个是比较小众一点 但是喜欢的人一定是爱不释手的 就像我手上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近浅系列 入门而且非常的耐用好看 但另外一个系列 其实是泰哥豪雅跟汽车结合非常多的 就像咱们这车这么这表这么结合一样 泰哥豪雅是和这个保时捷的卡雷拉 共用卡雷拉的名字 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卡雷拉系列的万表 我记得我们做完这档节目之后 第一次有万表品牌邀请我们参加 他们的新表体验活动是谁呢 就是泰哥豪雅 当时我们去看的就是正美卡雷拉万表 只不过当时呢 它在柜子里 所以后来呢 我们还专门拍了一期这枚万表的节目 而在今年3月的表展期间呢 泰哥豪雅推出了 和保时捷新合作的卡雷拉限量款表款 限量1500枚 这枚万表其实和之前的老的表款呢 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 它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反转 比如说之前大面积的主盘面是沥青盘面 这次把这个呢 反转到里边的小表盘上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之前是用红色配色 因为保时捷的红色很有名 但是这一年呢 用的是黄色的配色 区分表款的地方呢 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是用的黄颜色 包括表带上的缝线 还有上面的标识 还有表罐 还有后面的机芯部分 以及这个小的这个凸轮 对吧 甚至于 以前激素圈这个内圈的小刻度 其实是用的是普通的白色 跟上面数字一样 而这次也用了黄色 我个人觉得辨识度会更高一些 而且它的表带呢 很有意思 这个表带你粗看呢 像这个编织物一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 它也是牛皮表带 跟里面是一样 只不过外面呢 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压印 让它的运动感呢更强一些 而表带内侧 亮黄色的内衬啊 非常的骚气 我个人觉得呢 今年这枚保时捷卡雷达的联名款呢 是比去年这枚呢 要显得更加亮眼和大胆一些啊 如果你喜欢鲜亮一点的颜色的话 今年这枚应该比去年更值得购买 而店里其他的新款万表 就真的很新了 基本上都是我在过去一个月之内 新表素地节目 跟大家介绍过的新款 都已经到店了啊 我先跟大家说说我最喜爱的一枚是谁呢 就是这个泰哥豪雅 豪雅老爷子真爱的小金表 其实大家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应该知道 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枚 它前年发布的188支限量表款啊 是为了庆祝老爷子过生日的 而今年这枚就更厉害了 今年这枚是老爷子90岁生日 它选用的配色呢 实际上是当时初代版本的一个盘面颜色的翻转 就是把这个小表盘换成了金色 而外面的大表盘呢 用的是黑色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这个主表盘用黑色 这种黑金配色呢 其实会让整枚万表的表格的这个金色呢 变得更加的亮眼 特别纯正的黄金色啊 为什么用这个配色 因为大家可能熟悉赛车的朋友会知道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车手叫赛纳 他当时在Lutus车队开车的时候 当年F1还是比较流行这个黑金配色 你可以去找找他当年开车的这个图片啊 就是这样一种颜色的感觉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并不太了解 就卡雷拉里边这个独特系列的表款 它的风格呢 也跟其他的凯拉万表呢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一 这是当年豪雅老爷子非常喜爱的一个设计风格 一直延续至今啊 第二呢 就是为什么采用全金材质的表格 因为当年豪雅老爷子很喜欢把这枚万表啊 送给一些就是在F1比赛啊 或者说摩纳哥的一些比赛中获得冠军的车手啊 所以当年的很多冠军车手呢 都已拥有这样一枚小金表 尤其是豪雅老爷子赠送的小金表为荣 而现在呢 虽然说这个F1的围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但很多老车迷 或者说你对于当年七八十年代F1那种竞速感觉 特别感兴趣 而你又人到中年 希望回味这种感觉的话 其实你需要一枚万表纪念 我个人觉得这个系列是最值得拿回来当纪念品 当然刚才那几只只是开胃菜啊 接下来从我身边一支支拿出来了 才是更有意思的新款万表 比如说这枚 戴高海的保时捷刚刚发布没多久的限量表款 钢款500枚金款250枚 还记得之前新表苏地节目有说过吗 很多人对这枚钢款种草 那它到底怎么样呢 现场实物的体验 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它原装的这个全钢的表带呢 是让我挺出乎意料的 整体的这个压光和中间的亮光的处理 包括整个表扣的设计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做得蛮到位的啊 虽然说在他们的之前的广告片宣传里啊 都是这根织布表带的搭配 但是我实话实说 像咱们这样的亚洲小腕子 戴这样的钢款表带 戴着舒服才是这枚腕表 日常通勤最重要的一点 而这个织布表带呢 只是需要在特别的时候 你向别人炫耀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拉花 就是当年的911 对应车型上的拉花设计 而在腕表本身上有两个 我觉得保时捷车迷一定会喜爱的东西 一个呢 就是这枚腕表 12点钟位置的卡雷拉的字样 不是泰格豪雅 其他卡雷拉腕表它用的那个字样 而是保时捷车上 卡雷拉车系上的字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侧面的这个蓝色的拉花 跟车身上的侧面的拉花是一致的 背后呢也是有背透的 而且自动头的造型呢 设计成了保时捷车型方向盘的一个经典的造型风格 它的机芯呢 是来自于泰格豪雅的H02机芯 冻住80小时 同时带有这个即时还有日历功能 上手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这枚腕表的表耳呢不长 而且带有一定的弧度 所以尽管它是42毫米的即时腕表 而且有将近15的厚度 但是我戴在手上 其实我觉得蛮舒适的 而且啊 你会发现它也蛮搭的 我个人觉得呢 就这个银色的盘面配上蓝色的点缀 再加上卡雷拉这个车上这种 复古的字体和侧面拉花的话 这枚腕表呢 其实戴上去蛮优雅的 并不是说像一个 你戴了一个很明显的运动腕表的感觉 对了 这枚腕表的光价呢 它是57300块钱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就是 你很喜爱保时捷的卡雷拉系列 对吧 你可能是它的爱好者 同时呢 你又刚好想买一枚高档腕表的话 这应该是最匹配的选项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已经是保时捷911 尤其是卡雷拉系列的车主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需要的是这样一枚 与你的爱车身份更加匹配的表款 两枚腕表的设计款式看上去差不多 但它的材质还有细节 跟钢款是完全不一样 除了这是红色的里称的表盒之外 你看它的表壳材质采用了玫瑰金材质 同样是表壳侧面的拉花 钢款的蓝色是硬质的 而这个玫瑰金款采用的是雕刻的方式 看上去一下高级很多 还有就是细节的材质和配色的使用 比如蛋白石盘面 所有的石标刻度指针都是18K玫瑰金的 而相对应的红色的点缀 也让整个蛋白石盘面更加亮眼一些 当然了它所搭载的机器 是跟之前这枚钢款是一样的 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互动小问题 就是在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 这两枚万表你觉得哪一枚更好看 或者你更愿意选择哪一枚万表 清搬你们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让我来看一看 实际上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家里不止一台保时捷 或者你真的很喜欢卡雷达这个系列的话 这两枚万表做对表 那真的是一个挺独特的选项 最后老规矩来看一看这家门店的震电之宝是什么 其实我非常的意外 毕竟作为摩纳哥的爱好者 这家店的震电之宝让我爱不释手 它是谁呢 它就是太高豪雅摩纳哥的V4系列表款 这枚万表是当年200支限定表款中的一枚 当年震惊业界的设计是 它首次采用了几代传动的方式 而且跟普通的摩纳哥的表盘布局完全不一样 做了全镂空 甲板上也有非常漂亮的打磨 而背后的背头则呈现出 四个跟气缸一样的传动装置 真的你会发现每一次万表技术的革新突破 或者说它的某一个经典系列里 特别独特的表款 其实这些东西你如果在图片里 或者在新闻里看到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但你真的把实物拿上手的时候 我倒觉得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太高豪雅万表爱好者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这家在前摊泰湖里的门店 你真的可以来逛一逛 除了看看新款万表 因为它们表很全 还有就是可以看一看这样一个 当年历史性的代表作品 好吧 感谢收看本期的这表什么摊店节目 我就老任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 别忘了 一年rai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